蓝色小货车跟着前车路口转弯 疑似货物没绑紧通过板码限时 后车斗柵栏顺着方向滑出去 一掉就像天女散花占据车道 后方小黄跟公车紧急刹车 进行车跟公车都没大碍 货车驾驶发现东西掉了 靠内侧车道停 这时有一对双载骑士 骑车碾到柵栏 结果两人重心不稳滑倒摔车 后方七机车放慢速度 两个人缓缓起身 这一摔受伤了 照片中男骑士右手无名指 骨头碎裂 伤势严重必须截肢 少了一截半的指头 至于后座女子自称是孕妇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碾柵栏摔车就发生在 新北板桥文化路一段 26号上午10点多 39岁林姓小货车驾驶 柵栏没绑好转弯时散落 后方32岁陈姓骑士 在妻子碾到柵栏摔车 警方调查后发现货车驾驶无照 酒测值0.2 前方说全案依公共危险 卧室伤害移送地检署 当事人一个断纸 一个多处擦伤 做完录路后 对货车驾驶提告 TVBS新闻陈出环陈一军 许又翔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